既然天道不仁 那便沙天骄 无天道 脑袋像是被清洗 一下子清明了许多 炸弹来源果然有问题 师群拥兵团往境内输送军武 你能看得到我手机 我们离得这么远 你怎么看到的 习武之人眼力好 这就是大脑强化后的好处 以往许多武学上的疑难问题 现在也都隐隐有了答案 我有任务要先回去了 那个之前误会你的事 改日再说 有意思 我是真的很期待 你能给我爆出多少天骄电来 你就那么确定 他会是天骑骄女 说不准他只是个普通配角呢 相信我 我对女人从未看走眼光 省省吧 你有那么多红颜知己要应付 还有心思招惹我 看那边就有一个 作为一个女人 她遭遇的 背负的都太多了 我会帮你处理你所有家人的后事 你只需要应对媒体就好 不要撒谎 只讲真相 因为真相 是没有破绽的 以后搬到我那里住 让绯闻转移媒体注意力 至于公司的事情 可以交给江若雪 不可以 我自己能处理 好好啊 把她的玄鸟投资股份 也长给你打理 绝不让你落后于江若雪 谢谢无道 人家就这么一点人生价值 绝不能失败 这就是真正的女强人了 无道 有情况 因缘外面出现了许多身份不明的人 眼神犀利 满身杀气 一看就是绿裔出身的 可我托了朋友调查 国内并没有这样的人 我猜测 是境外佣兵 佣兵 这么巧 是不是又是冲着伯父来的 不会 但刺杀总督 也只有陈南学那种 不按常理出牌的人会做 今天白甲刚被 失权佣兵团的军火炸了 我家门口就出现了境外势力 所以真相很简单 习侯雇佣了失权佣兵团 来对付我跟上官 哇 你现在的脑子 比以前赚得快多了 难怪皇帝身边 那么多太监掌权 原来被溜血拍马 真的让人很舒服 你俩说啥小话呢 能让我听听吗 没什么 清雅 我还有点事 晚上就不回来了 你自己吃吧 哦 他这么忙 肯定是在做什么大事吧 清雅似乎很失落 是了 自从上官家落来了之后 倒是冷落了清雅 等了半个小时 我进去喝杯奶 喝杯奶茶而已 用得着半个小时吗 走 去会会他们 三个多小时啊 真心羡慕 真心羡慕 吃饭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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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